今年外交部再次和教育部合作 举办外交小尖兵英语种子选拔活动 一方面我们是希望借着这个活动 提升新世代青年的英语能力 启发青年对于外交事务的兴趣和热情 我们更希望培养青年的国际观 以及扩大国际视野 当初参加外交小尖兵这个活动 它就是一把钥匙一样 等于说开启了我们世界观的一个影子 那对于我之后 不管是在求学上 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经历 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就是说 其实我们身在一个地球村 语言只是我们一个工具而已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 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跟想法 可以把世界带回台湾 那也把台湾带给这个世界 你不可以 哦 没事 我会办法 参加小尖兵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机会 就是能够走出台湾 给我的影响应该说是大于那一次参访 因为它其实就是开启了 我们对外界的好奇心 我是在这个高二的时候 参加外交部版的外交小尖兵 对我来说 这个活动让我可以变得更勇敢 然后会能够更愿意 踏出学校之外 站上舞台对于当时的我 对于高中时期的我来说 是一个勇气的培训 《味道小尖兵》是一个很棒的舞台 你可以把你自己尽情地展现出 我刚刚分享了 哦 谢谢 我的兄弟在学校上做了最后一项目 那真棒 这个活动呢 办理到现在已经有两千个团队 超过七千名青年学子的参与 那么我们之前也送了非常多支的团队出国进行访问 那么足迹 片极 亚洲 欧洲 美洲跟大洋洲 等等主要的国家 我们看到12年以来 我们外交小尖兵的活动 埋下的种子 现在已经渐渐地成长 茁盛 我们这次参访 其实去参观很多他们很著名的小学 中学 大学 真的去学到的是他的精神 还有对理想追求的那个态度 虽然我们只是高中生 可是在这一趟旅程当中 我们心中那个梦想的种子 真的有被他们唤醒 我觉得这一次让我收获很大 就是把台湾promote出去 就是一个行销台湾 然后让大家认识台湾的感觉 台湾 来来来来 台北 台南 华林 我们的级维俄 所以别担心 拿着票票再来 你永远会不会遭遇到台湾 同学一起组队上台 先展示一下自己对于台湾的理解 或是能够有机会到国外交流 我目前是在左营的海军舰队指挥部 提报处担任中卫外世界落官的位置 那同时也会担任一些翻译的工作 重新回合一次当时的感动 跟带给我的人生的幻想的种子 哇 建国立宗主义 在变成的东西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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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国高中 迪卡的代表 在新闻到面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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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们把外交小尖兵的主题定为 放眼世界逐梦踏实 破展现代青年的国际观 那么我们希望借着这个主题 能够培养每一位青年成为全方位 具有国际视野的外交小尖兵 希望大家可以多方尝试 那在尝试的过程当中 也许你会有一些新的体悟 即便是失败 我也不觉得这个是叠桩 这只是学习的过程 不要怕犯错 勇敢地去闯 你想要怎么样的未来 努力地去追求 你的未来就会在你自己的手中 Everything is possible The impossible just takes longer